當然我覺得現在香港是一個比較不開心 沮喪一點的時期 我們也知道為什麼 遠恩勤過 你看到去年再追回前些 還有佔中 還有選舉的制度 這些所有的其實都是加起來 香港人其實在回歸的時候 他當時我記得在97的時候 他都是對將來是有希望的 不是沒有希望的 為什麼呢 他這個希望是建基於國家給香港的承諾 那個承諾就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但是呢 沒有試過的嘛 這個 你在過程之中 當然是有些事情要調教 有些事情要學 甚至有些危機 你是要想辦法來解決 那你解決了再走又是怎樣 所以呢 我就覺得 我們在學著 國家都在學著 但是呢 我覺得 反而現在為什麼香港人呢 他會擔心呢 就是怕這個一國兩制 是不是真的實現著 是不是我們真真正正正可以走 因為香港人呢 事實上是習慣了一挺生活的方式 一挺的制度 那一國兩制本來是很好的 就是整出來呢 就是為了可以保持這個生活方式 一些自由啊 一些各方面 但是呢 如果香港人 總是在這兒害怕的 不停在這兒害怕 說擔心那個一國兩制到底是不是 那這個不怪得他失望啊 或者絕望 所以我覺得呢 現在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 最重要是針對的 就是要令到香港人 是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就是如果他 我們大家 如果覺得 喂不是的 其實 就是 中央政府呢 真是 因為聽就聽得多了 是不是 就是習主席經常都說 不變形 不走樣 但是來到香港 你總是覺得他變變形 走走樣 那我想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當權者 是有個責任 是要令到香港人 是 回復那個信心 因為我始終覺得 如果我們是有那個信心 香港一定是很好的 西環不是中央啊 就是我想指出西環不是中央先 就是現在我們反而 就是現在我們反而 很希望就是中央了解到 就是說 就是西環是有他的角色的 因為他是聯絡 聯絡部嘛 那他是要 就是令到北京呢 盡量是知道 就是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他們都不可以經歷地 他們都不可以偏頗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來講呢 一方面就是西環 有些事情 令到北京對香港的看法 是不是完全百分之八了解了 他們呢 已經是 那個 已經那個取態呢 就是 他是偏頗了一邊的 那變成香港是一個平衡 成功而見稱的社會 現在是不平衡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鑑於他和香港政府的關係呢 就變成出現了另外一些情況了 是吧 近年來講呢 就很顯著的 就是很多東西都西環呢 是有伸出一隻手 那你見到呢 其實香港政府是不喜歡的 但是香港政府不喜歡呢 它是怎樣反擊呢 可能它呢 就拋了一隻手 是不是 那變成了 它可能或者 也都是很不滿 就是大家有少少 就是鬥了 理你我不管了 或者你理人 我上去品 我們猜一下我就猜一下 就是任何人處理可能都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那個香港政府 就不能夠是 一心一意地做著 一國兩制 我怎樣去維護著一國兩制 那個管治 是不是 那你那個西環 如果是品德不正確的時候 就令到中央政府 整天覺得好像被挑戰 或者是有危機在那裡 其實中央政府這麼多東西要理 你香港就直接是 被它搞到它頭痕 它根本都不想 那是這麼大的國家 但是你在那裡 當地的那個機構 如果它等上去的東西 不是完全可以代表到 就是很簡單 你上次那個選舉已經是 大家看到 完全失勢 就是和那個現實脫離了 那就是證明 你根本和那個民情是完全脫折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真的要檢討 中央政府要檢討 你到底在做什麼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它們是有個角色 它應該走在那個角色那裡 它不應該是令到我們的香港政府 是要整天要看著 在那個 所謂說在背後看著 那它又不知道在那裡 如何干預了 所以我覺得西環那方面的關係 就是要處理一下 如何處理得好 我希望現在有新人 新人新作風 現在到目前為止 都覺得它們比較低調一些 就是覺得它好像說 沒有那麼一面倒走出來 就好像在那裡幫拖 那這個都不為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我們希望它能夠 越是清楚香港的情況 就越是能夠走回一條 那條路線 就是真真正正的 令到香港人對於一國兩制 這件事是回復信心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 我覺得我們不要低估中央的智慧 因為香港對它是重要的 就是從一個國際的角度來講 香港是重要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們也很清楚 他們對香港人所作的承諾 是存在的 你不可以當它不存在 所謂那個叫全面管治權 很多人說 我們有說全面管治權 一個主權國 對一個地方 永遠都有一個全面管治權 不過問題是它行不行使 它可以不行使 你行使多少 這是由它決定的 譬如如果它在衡量之中 它是覺得民情 是怎樣可以 尤其是在一國兩制的承諾底下 怎樣令到民情 可以對中央加強一個信心 和一個支持 它都要調教的 這個都是政治的 所以你說它 譬如換人 我覺得在現在說 它會很強硬的 或者它會放手的 我覺得言之過早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 就是 比較 好像 略為 可以安心一點點 就是 他們現在都好像 是肯觀望一下 看一下 到底這個情況是怎樣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而 可能也都將這些東西 放上去 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說真話 不讓中央知道 如果他們是能夠 真真正正 客觀一點 來到 衡量到 就是到底香港人 它一般來說 各方面可以不同的想法 但是它對香港 那個一國兩制的支持 是基於什麼 它有一個 叫做 highest common denominator 大公約數 大公約數 就是大家 都是有些什麼的因素 是香港一般的人都接受的 而西環是可以將這些東西 很如實的 令中央明白 而中央 亦都可以根據這些東西 來調教 他們對香港的政策 變成應該來說 我們也希望 應該 就可以 不是好像 時事都由 中央或者西環 去指指點點 我就覺得 是不是叫它鬥爭也好 我就覺得 他們無可否認 對反對派 當然是有個戒心 尤其是其中有些 經常去美國 叫別人外國在這裏干預你 這樣 老實說 你說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們又說最好西環沒有干預 那麼多 但我相信同樣來說 我們都不希望美國干預那麼多 是吧 那 變了 我覺得這個 譬如說 從一個中國的角度 它是怕 反對派 是會 將整個政府 不知道搞成怎樣 這個心態 你是可以了解的 作為一個大的方向 你可以理解 但是 問題就是 現在來講 是不是建制派 你說能夠保持到建制派 一個大多數 你就可以安心 在香港就行 又未必 其實 兩邊都是有些擔心 反而我覺得 你差不多要逐個人稱 你看一下 哪些人 你希望 在議會那裏 能夠令到香港 可以向前走 這個反而是重要 不要說 將那些人 這個是反對派 這個是建制派 這個是反對派 這個是建制派 這樣就變成 香港沒有人走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他 現在 駱惠寧區的立場 一定是這樣的 是不是 他沒有可能 現在說 沒有所謂的 反對派 管治也沒有所謂 這個沒有可能 但是 到底那個 選舉那裏 是怎樣 我覺得 反而 對我們香港更重要 我們香港 到底 我們想見到一個 什麼的議會 就是 兩極化的議會 對我們 一定是不好的 如果 你繼續 一直下去 這個 肯定 是一個危機 但是 這個 不是今天 是吧 去年 已經有很多 說法 以及 美國怎麼抵制你 諸如此類 我 我始終 覺得 很多這些 現在 我們是害怕的 但是 這個害怕 可能有些好事 就是 我們 反而 真的要檢討一下 就是 我們 不要說 每樣事情都好像 戰鬥格 那樣 現在 他說這樣 那我們 就跟他對著 過 那就死了 很多人 就是 我們現在 其實 事實上 去年 我們 在世界 眼中 看到的 是 香港 是 一方面 香港人 是挺厲害的 是吧 他表達的民主 就是那個 意識 就是那個民意 那個表達方面 是挺厲害的 但是 也都 看到 有些事情 政府 是未必能夠 從善如流 但是 任何地方 都會發生的 到底 你能不能夠 將它 調教呢 這個反而是很重要的 也都大家不可以忽略一件事 世界都不是不需要香港的 就是 香港是個很國際的城市 來的嘛 很多東西根本是在的 就是 金融事業是其中之一 所以 他都不希望見到香港 陷糧地 就是 忽然間 倒了 他都不想 他都有損失 所以呢 我相信 他這些 就 見到你這樣的樣子 你不是跟國際的標準 是一致的 他變成了 他就要告訴你 你也不是一致的 我給你 特殊地位 值不值得的 他說 不是其他 有些少少 你說他靠客也好 但是他做得出的 但是他是不是輕易做得出呢 也都不是這麼輕易的 也都是有空間的 你變成了你香港 就要懂得做 國家也都要懂得做 就是要調教 什麼叫人心回歸 我就覺得 當九七回歸的時候 人心就叫回歸了 我不是說每一句都要說著愛國愛國 但是我接受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接受了我只要是愛國愛港就可以了 那就是 所謂人心回歸 你想回頭 由現在 由當時 就是九七 到現在 2020年 其實是回歸了 一會兒又回歸了 又回歸了 這個是和事件有關係的 我們是不是其實 我們是要 事實 香港就回歸了 那些人如果不離開香港的 他就已經作了一個取捨 一個決策 所以我就覺得 反而現在 有個需要 就是我們怎樣才能夠真真正正 好像鄧小平說 做好的榜樣 就是我們能夠是愛國愛港的 而是一國兩制的 這個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香港人說自己這麼聰明 我想我們就要搞定他 就是要做好他 至於你說夜三條 我覺得特首都說了 你本來來講 你理論上 就沒有東西錯過 從國家的觀點 但是從一個政治的時機問題 到底是不是適合一個時機 難道現在 我們又製造多一個爭拗 是不是 就是難道我們現在 明知的了 那樣東西是吵架的 你又拿出來再吵架 就是本來 我就說了 其實這個 我們這個疫症 其實對香港有很大的威脅 但是與此同時 政府也可以是 用這個時機來 融絡的社會 令到大家對著這個 我們有共同敵人 對著這個 我們應該大家一起怎樣做 不管你男也好 黃也好 你最重要是對著疫症 我幫你 你幫我 大家不用死 這個其實是一個時機 對著疫症 你讓他扔個夜三條出來 你是不是想再來過 是不是因為去年的矛盾 有些人受益 所以他想現在繼續 矛盾再來 給他第二個題目 再來的矛盾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機 非常之不對 我不敢說 現在任何這些動作 是不是為了選舉的考慮 酷票也好 你說怎樣也好 我也都沒有任何根據 可以去計算 有多少人去支持 或者不支持 問題就是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對社會的分裂很重要的 你現在任何對社會分裂的東西 都會盡量先來 這個不是時勢的 這個現在你是要社會 希望不同邊的 走得埋 走得埋 有得談 不要敵視 大家走埋 就是為一個所謂共同的目標 那個共同目標 就是為了香港 繼續去向前走 這個共同目標 我相信任何 希望香港繼續住下去 或者下一代再下一代 繼續在香港發展的人 都希望見到的 那你首先想到那些方法 就是怎樣將社會 即走埋 這些不同的看法 無論是藍 或者是黃 或者那些所謂叫做反對派 也好 或者是外國陣營也好 或者是 甚至商界和勞工界 這些矛盾一直都存在 不是今天才存在 但是你現在希望就是 將這些矛盾減到最低 將那些共同點拿到最高 那你香港才有希望 你現在再找些 那些吵架吵得最重要的東西出來 那你明明靜下來 你是再想吵過 那我覺得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時機就不對了 現在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拿出來 我都有一些 有些question mark 為什麼現在要拿這個東西出來 而那個修例已經died down了 那些吵架吵得不夠激烈 就拿到另一個出來吵架 好嗎 我也說了 這些東西 說 你就說 你到底會怎樣發展 這個才是重要 你看著它怎樣發展下去 說什麼 你經常都已經不是新事物 是嗎 至於你說 有些人 去煽風點火 你就經常要想想 喂 到底這些人 明明的社會 我們想個和諧 經常走去煽風點火 弄到大家在那裡吵架 居心何在啊 為什麼 是不是經常要 給一些大人看看 原來香港 經常都是這樣 那些矛盾越來越加深的 我們如果愛香港 我們是想減低矛盾 不是加多矛盾 是嗎 那香港人不會懂得看的了 那希望 我們不大人也懂得看 對 你有種子 打擺 到來 有任何在啊 你可以 毒